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四 根据《环球有报》报道 加拿大央行在最新的报告中警告 未来几年将续期抵押贷款的房主将面临还款大幅增加的问题 选择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房主每月还款中值 也就是公款将增加60%以上 到目前为止 许多房主还能够承受利率的急剧上升 加拿大各地的抵押贷款违约率仍低于0.5% 但央行警告称 家庭和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 已成为加拿大金融体系稳定的主要风险之一 周四 央行发布的年度金融稳定报告中表示 更高的偿债成本降低了家庭和企业的财务灵活性 使他们在经济下滑时更加脆弱 央行于2022年3月开始大举加息以来 加拿大约有一半的未偿还抵押贷款 以更高的利率续期 该行还表示 目前抵押贷款持有者面临的压力没有改变 收入增长 储蓄积累和支出减少 帮助房主应对了利率上升 但如果失业率上升 房主失去工作 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总体而言 该报告显示 租房者面临着更大的财务压力 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的信用卡 他们的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则一直拖欠 在许多方面 这份报告的基调比去年发表的报告更为乐观 当时美国硅谷银行倒闭 瑞士信贷银行被紧急接管 英国养老基金几近崩溃 金融市场十分脆弱 也就是说 加拿大央行政变得越来越关注金融体系的某些角落 过去一年 加拿大对冲基金和养老金增加了相当多的杠杆 使他们容易受到债券价格突然变化的影响 股票和公司债等风险较高资产的价格看起来过高 容易出现回调 尤其是在市场对利率走势的预期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自去年7月以来 央行的政策利率一直维持在5% 为20年来的最高水平 许多经济学家和交易员预计 央行将于今年夏天开始降息 不过利率预计不会降至疫情期间或之前的水平 这就意味着那些想要更新抵押贷款的房主 每月还款额仍将大幅增加 承担最大增幅的是那些有固定月供的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的房主 或者是在整个抵押贷款期间月供保持不便的房主 据央行估计 对于那些抵押贷款持有人来说 增幅最大的年份将是2026年 增幅中值将超过60% 到2025年每月按揭公款增幅中值将超过50% 今年约为30% 对于那些拥有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人来说 利率在贷款期限内不会发生变化 在续约时受到的冲击就不会那么大 央行估计 2026年支付的中位数增幅将超过20% 2025年和2024年增幅较小 总体而言 与疫情开始前申请抵押贷款的房主相比 去年申请抵押贷款的房主 在偿还贷款方面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更高 去年底 于三分之一的新抵押贷款的承债比率超过25% 这是2019年水平的两倍 央行认为 商业银行的状况相当好 可以应对潜在的损失 加拿大大型银行的贷款损失波倍 比疫情前高出20%左右 加拿大的银行监管机构 金融机构监管局 也要求银行增加资本和流动性缓冲 不过报告也指出 加拿大的中小银行处境更加艰难 其中一些机构专门向高风险客户提供贷款 并倾向于发放短期抵押贷款 这些机构被拖欠抵押贷款的比例上升的更多 小型和大型非金融企业之间似乎也存在类似的分歧 报告说 大公司对债务负担处理的相当好 不构成重大违约风险 相比之下 过去一年 小企业破产数量急剧上升 报告称 这可能是偿债成本上升 和大流行时期政府支持计划结束的结果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加拿大联邦新民主党领袖辛格表示 当Loblos和Costco都赚取巨额利润时 自由党政府仍向这两家公司提供了超过2500万家元的资金 周三辛格批评政府向敲诈加拿大人的杂货连锁店提供公共资金 新民主党表示 它获得的文件显示 在2019年至2023年间 Loblos和Costco收到了2550万家元的公共资金 上述2550万家元不包括三大杂货连锁店收到的23.5亿家元总额 在推特上的一篇帖子中辛格称其为 给Glan Vanston和杂货垄断者的施舍 他说 当你在杂货店犹豫什么能买得起 什么买不起时 自由党正在决定向杂货巨头发放几百万家元 他们向Loblos和Costco提供了超过2500万家元的公共资金 而这些公司已经赚取了巨额利润 此前一份新报告显示 Loblos2024年第一季度的利润有所增长 该公司公布的收入为137.4亿家元 增加了6.02亿家元及4.6% 相比之下 该公司23年第一季度实现利润131.3亿家元 但这些利润是否会持续还有待观察 因为厌倦了Loblos的定价问题的加拿大人 选择抵制这家杂货连锁店 辛格表示 抵制Loblos的原因是 自由党和保守党未能解决企业的贪婪问题 他说政府的职责是让事情变得公平 但特鲁多却忙着让大型连锁店的首席执行官变得更加富有 他说如果有了新民主党政府 人们就会得到喘息的机会 而不是富有的企业 媒体已联系总理办公室和自由党征求评论 加拿大航天局最新提供的一张图像 似乎显示了BC省受持续干旱的影响 而大温河省内陆天气也将从今天开始升温 加剧专家对今年商货的担忧 欧洲航天局的Senternal 2卫星上周拍摄了一张 使用红外甲色的图像 清晰地显示了BC省克内尔附近克内尔河和飞沙河交汇处 2024年5月和2023年5月相比 河流水域更窄更浅 City News气象学家Michael预测一些地区的长期天气记录 也有可能在本周日被打破 他指本周天气很好 但现在气温飙升至接近历史记录的水平 温哥华机场历史高温记录在20到23度之间 周四飞沙河谷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达到27度左右 但由于湿度较高 体感可能会达到30度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整个低陆平原的人最好涂上防晒霜 并戴上太阳眼镜 气象专家预计 一个巨大的高压区域正在形成 沿着BC省海岸一直深入内陆 届时中南部内陆地区奥克纳根地区 气温将比正常水平高10度 BC省河流预报中心负责人表示 如果又迎来一个炎热干燥的夏季 预计省部分地区的干旱又会打破记录 卫星照片显示 BC省河流的水流比2023年同期更窄更浅 2023年是BC省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 BC省平均积雪水平低于以往记录 加剧去年冬天水资源短缺和其他挑战的局面 专家担心今年我们有可能面临干旱和炎热的天气 这张欧洲航天局的SYTNO2卫星上周拍摄的一张图片显示 和一年前拍摄的图像相比 克内尔河变得更窄 本月更多的河岸暴露在外 上周的照片暴露了一些裸露的河床和沙洲 表明该滞留在克内尔与弗雷泽河上游汇合时水位较低 卫星图像也显示了BC省圣詹姆斯堡出现类似的情况 今年在斯图尔特湖注入斯图尔特河的水域似乎变迁了 加拿大航天局指 这些图像使用了红外假色 因为比其他图像更清晰地显示了陆地和水域之间的边界 与此同时 在温哥华岛北部省哈迪港社区去年的降雨量为1260毫米 而平时的降雨量略高于1800毫米 BC省上个月的降雪调查发现 全省的积雪量极低 平均只有正常水平的63% 随着BC省发布最新的积雪公告 官员们预计将于周四召开有关干旱和山火的新闻发布会 加拿大预警工会表示 每天都有无人机向BC省监狱投掷武器和非法药物的数量 包裹的伪装 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 根据媒体报道 预警工会太平洋地区主席兰德尔表示 一旦有无人机被发现或坠落就会接到电话 他们可能会在一周内发现并捕获多达30架无人机 兰德尔认为这也只占实际发生数量的50% 兰德尔估计BC省监狱每周都会发生5到30次无人机目击事件 加拿大成教署发言人弗雷泽表示 虽然可能有无人机目击事件 但报告的无人机掉落总数各不相同 兰德尔认为 自从无人机技术进步以来 进入监狱的非法药物数量大不相同 他称 现在的交易量太疯狂了 他们正在将这种包裹扔进监狱 兰德尔解释 这些包裹一旦投入监狱 就会发生服药过量以及封锁和搜查 这要花很多钱 搜寻并不便宜 他说 一位在CSC马斯奎监狱工作的人士表示 加拿大成教署CSC始终保持警惕 以防任何无人机或其他试图将违禁品带入该地点 兰德尔说 暴力事件也在增加 他在机构内看到了小刀 纸截铜套和陶瓷刀 他将此归因于无人机空头 这一切都与街上发生的事情 以及现在所有的犯罪和暴力有关 他说 他在机构内部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黑市 然后在外部制造暴力 试图控制该市场 弗雷泽表示 我们继续采用分层方法来应对无人机构成的威胁 其中包括使用安全实践 采用新技术 情报活动和增强基础设施 他说 这些试点项目包括采购无人机检测技术 手机检测技术 人体扫描仪 训练权检测电子设备 对情报活动的投资 以及增强基础设施 兰德尔指出 无人机侦测技术 使用雷达声音或频率来发现设备 兰德尔还提到 有一个很好的系统 可以使用多种声音和雷达选项的检测系统 但出于隐私原因 他没有被透露使用无人机检测技术的设施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